台小凯亚的第一次露营 女儿的口粮先准备好 这个小丑丑已经脏了哟 人在森林里面 说晚上可以看看电视剧 她以为在看朝阳时代 超感动 早饭 小朋友也在吃包包啦 她还在快耶 然后她就自己会往前开了 你把自己玩就像个小泥球一样 泥娃娃 Good morning 今天我们要去露营啦 带小凯亚的第一次露营 我也不记得上一次露营是什么时候 有好几年了吧 那种自己搭帐篷的露营 但是这次露营有个优势 对 我们车子会放电 前两天已经在开始慢慢的准备收拾啊 什么的了 这次呢也会有机会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驾驶 现代Ioniq 6的乐趣 它有很多功能 今天呢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发掘一下 今天早上起来 还有一堆东西要收拾 先喝个咖啡 我婆婆在带着凯亚 所以我们两个呢 可以有时间稍微赶快收拾一下 女儿的口粮先准备好 就是迪伦的肩膀 就是现在受伤了嘛 但现在活动还ok 不太能够提众务活动呢稍微比较受限 但这个trip呢就是早就订好了的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嘛 所以我还是决定要去 其实想想呢也应该还好 然后我们两个就慢慢的来 我可能呢就是要多帮助她一点搭搭帐篷什么 就是要很chill 很chill 我们这次去就是要体验chill 也希望呢就这次之后 我们以后还可以多多的去录营 上周呢我们有去买一些装备吧 但是呢我感觉就是录营真的是一个大坑 一进去了之后呢 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想要买 然后可能很多东西呢也是我们不真正的到现场 不太清楚的 这次呢就先去感受体验一下 之后呢可以再慢慢的来 这个shurri 今天晚上的口粮 我准备先给它腌一下 就之前买的这个sauce 昨天买回来我想说昨天如果腌 我怕腌了太过了 今天现在给它腌上 待会晚上的时候吃应该就可以很好 今天正好买了一个这个冰袋 里面还有它的这个冰 应该是可以冻蛮久的 我就可以把一些需要冻的东西放进去 看我准备的第二天早上早饭吃的鸡蛋 给kaya做的饭 哇 还是中文的 是因为连我手机吧 准备出饭 它是两个巨大的瓶 这屏幕大得好爽啊 把我们的水放上 我很喜欢它中间这个空间 除了可以放我们的水杯 完全没问题之外 大家要带小朋友出门很多东西 我这下面已经塞满了 这一小袋都是一些 路上可能会用到的小东西 湿纸巾 然后呢是迪伦的 中 都放下 然后这边其实跟迪伦那边是通的 我脚下的位置也巨宽 我的液体也放在这儿了 准备出发 它会显示周围车子的整个障碍物 这随时都会有 你看这个车子过去 然后这个还亮起来了 对刚才绿的亮了 然后叫了 非常安全 开在路上的时候 左右换车道的时候 它也会显示旁边有没有车路 然后你知道更厉害是什么吗 我超喜欢这公司 比如说往右转 接近就来了 对啊 我都不需要回头看 不会有视角 比如说往左转 很好酷啊 它的这个圆形的设计 我好喜欢 倒车呢 会有后面吗 倒车的话是这里 我现在停下来了嘛 都可以 哇 还有一个Bird Eye 它可以换成这种 你可以看两边 然后不同的镜头 比如说你的两边轮子 你会不会称到它 因为很多现在的椅子都只能加热 它没有凉通风 我就很喜欢通风 今天太热了 我现在全身都是汗 现在就凉了 感觉一口瘦瘦的 然后风在抽你的屁股 风向盘也可以加热 冬天加比较熟 而且它这个可以整个用手机遥控啊 你在手机上的APP 完全可以就提前设好 明天早上6点钟要出门 现在车真的实态 刚刚 Camping 出发第一站 先来吃个英年了 有没有鸣鸣鸣鸣鸣鸣 可以用一个小装子吗 可以用一个小装子吗 小装子吗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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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躺著 我看外面 啊太舒服了 他們在燒木頭 這裡看上去 我們露營的話呢 Ionic 6 它有一個特別厲害的功能 就是這個東西 它可以插進充電口 然後變成一個插線板 啊啊啊啊 啊啊 有電了 耶 錄音還真的蠻爽 我覺得下次我們要弄個兩個晚上那種 今天大好帳篷明天就已經在社交 我們住的是75號 但是我沒有想到車子的距離 跟我們的Campground 還有一點點距離 所以本來想說可以在那邊做飯 跟看那個晚上的電視的 線沒有帶夠長 哇 有一種很神奇的感覺 這裡 太酷了吧 科技改變人生 我還是第一次用這種 對新手來講就很友好 而且你可以很舒服 好爽 我的天哪 這不會把大家都相迷糊吧 相迷糊了嗎 哇 快給我展示一下 不行了我好餓 哇 你還醃過的 西非了 超好吃 西非了 香菜一絕 還有黃瓜 你這個光線真是太美了 太美的光線也不能阻擋我吃吃 那個肉單獨吃得好好吃 嗯 好好吃 嗯 太香了 這個view 絕了 絕了 你看我們在森林裡面 太棒了 Cheers 耶 嘿嘿 吃著烤肉 坐在日外camping 哎呀 我們吃完飯了 準備去散散步 然後我們鄰居好像在搞大Party 好爽 哇他這裡 小說有四個帳篷 可能都有五個 可以洗盤子洗車 洗寵物 洗頭 洗魚 但是不能喝 媽媽 看呀看呀慢慢 媽媽餵你 哇 哇這水冰的耶 爸爸千千 爸爸千千 耶 看呀並不想要這樣 看呀並不想要配合 看呀說我自己可以做吧 哦怎麼了 哦慢慢牽 哦你牽媽媽不牽爸爸 好的 哇你看這裡好漂亮 拍不出來它的美 就是那種 對 夕陽灑在那個樹上面的漂亮 而且空氣好清新哦 我已經感覺到那個溫度在狂 在對在降了 回去加衣服了可以呀 尿尿 看呀尿尿 好開心啊 尿尿 這一壺應該是直接住在車子的 後面他們可能是改造了的 我覺得 應該也是蠻爽的 看看這個森林裡 好美 我們發現一個很小的秘密走廊 哇 賣了賣了 你是按金算呢還是按支算 好 我們來數一數他幾歲了好不好 一歲兩歲三歲四歲五歲六歲 七八九十 這裡大概是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一百 少說一百 開燕你喜歡你的第一次camping嗎 爸爸 爸爸 我覺得幸好有一個這個帳篷 然後還有它的這個蚊帳一樣的特別好 因為這裡還是有點小蟲子 就像一個巨大的playpin 小朋友鎖在裡面 他也玩得很開心 我們現在的計劃可能就是在帳篷裡面玩 然後玩到他睡覺 因為本來車子也可以接電嘛 我們經常說晚上可以看看電視劇 我們最近在住一場相思 所以下了幾集 然後放在哪兒可能可以看一下吧 Maybe Hi Can you say hi to everybody Hi 爸爸現在在收拾 爸爸可能把我們晚餐的地方稍微收拾一下 你看現在我身上有一種那種金黃的光 因為那邊有一點點夕陽 現在外面的夕陽變粉了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們辛辛苦苦找了好久的粉色天空 is right here 好美哦 好美 半夜三更 我們準備要做一個投影儀 我們最近在看長相思水下 一些長相思的那個視頻在裡面 他現在去拿一個繩子 把他後面那個木屋給寄緊一點 就不會被風吹的到處搖 他只知道我們要看長相思 但是我還撿了一個視頻 因為我們的周年再過了 整天就到了 所以一會兒給他看一下 他以為在看長相思 但是是我撿的視頻 哇 一天 今天好日子 高興 爸爸快來剪開一下 好 我來剪開 你做個視頻幹嘛 你不會求婚吧 今天日子 哦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开心哦 没有了以后继续看 都去每一年做一个出自我的手 那你不是开玩笑 我本来想用 voiceover 的 发现自己的声音有点尬 还是写字吧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正式的看长相思啦 超感动 谢谢VV 爱你 Good morning 大家 我们现在起床了 在外面 太阳已经出来了 六点过就出太阳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准备先去买一个咖啡 刚刚用那个水洗了一下脸 还没有化妆什么的 我们带了水壶 结果这次最失败的就是忘记带咖啡粉 还有做咖啡的东西了 底轮查了一下 这附近有一个卖咖啡的 我们准备现在就过去买杯咖啡 然后回来做早饭 妈妈来了 灰很大 对这个地上很多灰灰 应该是很多土 哇好凉 OK 出发 9分钟啊 好的 所以我看到那个什么 那个就是Blue Jay那个鸟 脏的不行了 刚换了衣服 喝咖啡了喝咖啡 昨天晚上睡觉其实还蛮舒服的 一觉睡到天亮 大推那个camping的床 早饭煎香肠 早饭煎香肠 还有鸡蛋 小朋友也在吃包包啦 啊这咖啡真爽 没事没事 就是到了而已 这个香肠一定的好 嗯 一杯咖啡 每个面包 每个香肠 谁的酒酒 酒酒 酒酒 好香啊 两杯 哇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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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已经这么高了 嗯 安装的时候有多潇洒 拆的时候就有多狼狈 哈哈 现在他们都装回去 想再多住两天 想再多住两天啊 那我们下次可能两个晚上更合适 我们已经全部收拾干净了 这边吃饭的地方也收好了 哎呦 那个柜子里还有东西吗 没有 好了 今天的camping trip成功 我们准备回家啦 这车下山的话 它好像就是在充电 刚才是78线已经80了 对 又开越多了 我们到了充电站了 现在在Electrify America 然后这里看过来 Aionic 5 Aionic 6 这边是Ai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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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蛮方便的手机一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350kW充电 很快很快的 目前这个车上的电量是32% 我写的13分钟能够到80% 还在快 它可以更快 我还蛮喜欢road trip的时候 那种停一停十几分钟 那种休息的时间还蛮好的 不仅有时候会一些好吃的东西 像多广场你也根本不会去到的那种 也会有新的体验 我们刚才开始充电的时候是12点31 现在12点43 12分钟 它说13分钟充满80 我觉得还蛮硬的 很准啊 充好了 其实它充满电的mineage 预估是说361mine 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 不是满电的状态 所以回来的路上 我们就充了一下电刚才 顺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这边充电 如果大家购买这个车的话 它是会送两年的Electrify的充电 每次可以充30分钟 我觉得是足够了 因为它从10%到80% 只需要18分钟 为什么没有ice cream 我跟你讲 麦当劳的冰淇淋机器是一个 很容易 今天吃没有冰淇淋了 I was craving ice cream 那你就 点了一个banana strawberry smoothie 今天聚热无比 我们从camping回来以后 就在家一直收拾东西 然后今天终于搞完了 出来带小孩走一走 他们现在去小游乐园玩去了 然后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 我开Ioniq 6 这两天下来的感受吧 首先要说的呢 我真的蛮喜欢这台车的 我觉得它整个的舒适性在我开过的电车里面 算是蛮不错的 我也开过好一些电车了 然后我也做过很多电车 舒适度 然后性能 跟外形 都是我很喜欢的 这次我们去露营的东西也不少 然后它装东西的能力也非常的强 这台车也拥有五个不同的插头 中控台有两个type-c 后座有两个type-c 前面有个usb 还有无线充 后排的正下方也有一个 110伏的正常的插头 比如说出去玩的话 可以踏上小朋友的热奶器 或者是笔记本的充电器 在这一点上还蛮方便的 像我们家里面很多相机设备的 就可以在开车的时候 把充电也搞定了 目前我开的话用eco mode用的比较多 因为开起来这个整个车是非常舒适的 不论从加速还是减速还是刹车 坐车的人也不太容易会晕车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辅助驾驶 我觉得非常的强 开起来人对这个车很有信心 手势需要一直放在方向板上面的 还是会大大的减低我们驾驶的疲劳 我这次从家里面开的大胸壶 基本上利用的是辅助驾驶 加速减速这些都不太需要驾驶员操心 把动力回收开到最大的话 是可以做到单踏板的模式 Apple CarPlay看起来整个观感也很舒适 操作起来也很流畅 不会有卡顿的感觉 中控台这里的空间非常的大 完全没有被浪费掉 而且这台车的外形也非常的好看 它涉及的非常的流线性 大大的会减少风阻 前面跟后面都是采用了非常好看的LED灯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这个的 很多时候我建我们家车库的时候 左右两边的东西都摆满了 但是我又想把车子停进去 或者是停车场很多时候你知道 就是出不来啊 这款这个功能叫做远程遥控入库 然后现在车子打开了以后呢 就可以按前进 然后它就自己会往前开了 然后如果有阻挡的东西 它检测到它会停止的 松掉 然后再按一下 它的煞车就已经set掉了 巨方便 我天哪 现在在美国买电车也有蛮好的福利 大家如果正在选电车的话呢 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IONIQ 6 我买了个camping的垫子 这个人现在已经camping上瘾 开始勾入各种装备 我买了个炉子 我觉得蛮好看的 等到了再给大家看吧 像我们很快能有第二次camping trip 你喜欢你的camping trip? 你把自己玩得像个小泥球一样 泥娃娃 要自己拍啊 那你下次帮妈妈拍vlog好不好 跟大家说个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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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